当50岁秋淑珍撞上50岁的肖墙,整眉整容,差距一目了然。 随着这时代的发展,不管是哪一方面都在技术上有了更好的更新。 比如就说现在挺受欢迎的整容技术吧,只要有钱,爱美的女人都愿意去整一整。 让自己变得更好看一些。 毕竟漂亮的小姐姐谁不喜欢呢? 而在明星中,整容就更加不是什么大事了,许多明星都有过整容的先例。 但其实整容也是有后遗症的,年纪越大,就越不和谐。 美人在谷不在皮这句话用在当年那些港台女星身上再合适不过了,在那个没有PS的年代,可以说她们的颜值是惊艳了时光。 可惜岁月催人老,如今美人迟暮,看50岁的秋淑珍和肖强,差距一目了然。 秋淑珍自出道以来就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,因为在《智落羔羊》里的大胆演出,所以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作20世纪90年代的性感女神。 秋淑珍不仅形象气质极佳,演技口碑也是没话说。 虽然是号称性感到骨子里的性感女神,但是秋淑珍却也有清纯可人的一面。 当年秋淑珍在电影《赌神2》里一席红色风衣登场,嘴里叼着一张扑克牌的形象,成为了许多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经典画面。 当时这个画面一出场就惊艳了众人,性感又不失风度,美艳又不失灵气。 当年的港台女星,自然美到了骨子里,实在是难以复刻的经典。 当年的秋淑珍美得不可放物,可如今岁月催人老,女神也不再年轻。 前段时间,50岁的秋淑珍在刘嘉玲的邀请下。 为好友梁朝伟获得亚洲卓别林成就奖而撑场。 看到钟镇涛太太晒出的合照里,女神秋淑珍完全不输现在的小鲜肉,巴掌大的脸依旧精致有光泽。 少女感依旧爆棚,完全不像一个50岁的中年大妈。 肖强曾经是台湾第一美女,年轻时出演了许多清纯家人的影片,尤其是她的古装扮相犹未经验,五官精致,皮肤白皙,清纯可人。 仿佛一切美好的词语用来形容她的美都不够。 肖强虽然是以模特身份出道,但是却是全能型的艺人,拍戏,唱歌,写书一样没落下。 当然这个名号后来被林志玲抢了去,据说肖强不服,后来就开始各种去顾倒自己的脸,有一段时间常常会看到报道说肖强整容。 因为出席活动的时候脸部常常会比较僵硬,而其实1968年出生的肖强今年已经50岁了,其实早就跟林志玲没有可比性了,虽然不甘心。 但是美人终会持目,肖强如此,林志玲一样如此。 肖强给大家印象最深的荧幕形象要素,小李飞刀,中的林诗音,剧中肖强的古装扮相美的不可放物,是许多网友心目中的白月光。 当年剧中的于飞红,范冰冰,贾靖文等都略逊一筹。 然而岁月催人老,女神想要拥抱青春,自然会选择一些些护肤或者保养的方法。 如今50岁的肖强似乎年轻时用力过猛。 未修图的整张脸看起来肌肤状态松弛,完全没有精气神,甚至比自然衰老更显老。 而整容的风波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,但她这个整容并没有整好,反而在之后许多的活动中,都感觉她的脸部表情非常僵硬,脸似乎也有些歪了。 不再是是个大美女,自然名气也下降的厉害,现在已经看不到什么她拍的电视剧了。 虽然女神容颜见老,但是不得不说肖强的身材依旧保持得很好,年过半百了抬腿批插依然毫不费力,分分钟就可以做到。 虽然大家都猜测女神可能是整容失败了,但是无论怎样希望女神可以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,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 50岁秋淑珍和50岁的肖强,差距一目了然,你更喜欢哪一个呢?